聖誕節 哈囉大家好我是李空 現在是聖誕節期間嘛 所以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那我在上學的路上呢都會經過書店 所以我就看到 因為現在聖誕節都擺滿很多聖誕節的相關產品 然後呢我就看到了 超級懷念的東西 有點難拿吧先拿手 珍珍 驚喜包 不知道大家小時候會不會買驚喜包 我是 我很少買驚喜包 但是 我的弟弟非常的喜歡買驚喜包 畫面居然塞不下來 非常的大 然後呢 他們 有出四種驚喜包 一個就是這個 八十九塊錢的 紅色驚喜包 然後再來就一百二 然後 一百二十九 然後還有一個一九九的吧 就有四種 然後價位都不一樣 最便宜的跟最貴的驚喜包 那我們就來看看 到底八十九塊錢的驚喜包 跟一百 九十九塊的驚喜包 有什麼差別吧 小時候其實買這種啊 都是買五十九塊錢的 找一下剪刀 其實 有一定的重量 然後如果去摸的話 也會看到說 好像面積也是蠻大的 很多東西耶 這個是八十九塊錢的 其實我在猜之前 我就有先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 因為通常驚喜包裡的東西 都不是我們 真正會 很需要用到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買價錢越低的驚喜包 其實會更有那種 物超所值的感覺 因為你覺得 我好像沒有花很多錢 然後買到了一些 還可以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花太多錢 你就會覺得說 我怎麼換到一堆垃圾的那種 那種 傾向 好 這很可愛耶 Snooby 它是一個 性質本 它也蠻大的 裡面很漂亮 裡面呢 裡面就是有不同的 哇 這很漂亮耶 它就是 而且它磅數蠻高的 下一個 貼紙 喔 這個是對話框貼紙 就是你如果 要寫 貼在卡片上 或是貼在筆記本上 然後上面可以寫字的貼紙 我一次把貼紙全部拿出來 喔 這個有三個耶 這是怎樣 這個貼紙比較滯銷嗎 但是 但我覺得蠻好看的 其實貼紙這個東西 有時候 越朴素的貼紙 越實用 欸 這很不錯耶 有這個 這個是 可是呢 因為它是聖誕節 就是現在2018年末 年末的 驚喜包 但是這個筆記本雖然很棒 可是看一下 它是2018年的 2018的筆記本 也是啦 不然它怎麼會放進驚喜包 它真的很漂亮耶 我覺得 就如果喜歡 美樂蒂的話 它裡面其實 設計的蠻好看的 可以寫筆記的地方也很多 但它是 2017到2018的 這可能就是 當筆記本用 不能當日曆本用了 又一個 又一個 2018的小朱莉 到底 給我2018的小朱莉 幹嘛 雖然它一個 就要80塊 這是卡片 卡片 你可以把它折成信紙 然後就可以直接送 很可愛 有兩個 長一樣 一樣的 我發現這個 這個是卡片 這個是跟剛才那個貼紙 是同一家的 他們是同一家的 他們是同一家的 一樣 廠商是一樣的 然後它也給我三個 買一送三 這個最可愛 登登 蛋黃哥的扇子 我喜歡蛋黃哥 它好可愛喔 可是現在是冬天 冬天為什麼要扇子 那所以這就是 89塊裡面的附帶東西 三個卡片 扇子 一個2018的 呃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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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曆 然後 卡片 兩包 卡片 一個2018的桌莉 然後 三個貼紙 跟一本 便條紙 我覺得 嗯 這裡面喔 就是這兩個最沒用 這個比較沒用啊 因為桌莉的話 一定要現在用的才行 將將 現在來拆那個 一百 一百九十九 的 一百 它是它的兩倍 所以它裡面給的東西 應該要是 上一個的 兩倍吧 但是我不要 我希望它不要給我四個 2018的 著力 之類的 這樣子算double 但是一點意義都沒有 因為這個太打了 所以我就把它放旁邊 然後一個一個拿出來 好了 你看我嚇到了 我剛剛一打開的時候 被這個景象嚇到了 因為它裡面東西很少 但是它有一個 在這個佔據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馬克杯 喔 對馬克杯 這是一個馬克杯 一個熊熊的馬克杯 它這樣直接放裡面不怕摔壞喔 還蠻大的一個馬克杯 然後它還有一個蓋子 登登 還不錯啦 其實 而且這個熊熊的牌子 好像也是 蠻不錯的一個牌子 所以呢 我就是 一打開這個裡面 就看到一個很大的盒子 然後東西很少 原來是因為放了這個 欸 這個真的很少東西 再來就是這個 一個 15塊錢的包裝紙 牛皮紙的那個 包裝紙 欸其實它還是有 東西啦 已經被打住了 這個是什麼 這是Open獎那一隻欸 它叫什麼 我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 有人知道嗎 就是我只知道 那是Open獎 跟那個Lock獎 而且它還附兩個 它們真的很喜歡附 重複的東西 就是買一送一 然後 或者是買一送三 這個是 多大 因為它非常的小 它有點小 所以可能要裝B5的東西 才裝得下 重複的 出現了 就是它 這個 Hello Kitty的那個 小卡片 但我覺得這個應該算是 蠻實用的 因為 就是可能 聖誕節送糖果 點心什麼都會附一個小卡片 欸 還有Snooby款的欸 喔 還有 還有這個 這兩個是一樣的 一直買一送一欸 這個是 卡片 萬用小卡片 欸它是 它是這樣 立起來的 然後 然後 自寫在這裡 然後 下一張就比較正常了 是正常的 卡片 然後 正常的人寫卡片 這個很不錯 我覺得 這個是 雙子星的 便條紙 應該是便條紙 裡面應該是會有圖案吧 喔有有有 裡面圖案也很好看 兩種 還有 喔 這個是 又來了又來了 又來給我買一送一 兩本一樣的筆記本 也是蛋黃哥跟馬來摩 奇怪蛋黃哥跟馬來摩 之前聯名的時候的產品 推出很多 不是都賣得不錯嗎 怎麼 不到這裡來了 不對不對 它是買一送三 有三本 三本蛋黃哥跟馬來摩的 筆記本 影分身之獸 最後了 這個 欸 我不知道這個是什麼卡通 齊先生 妙小姐 主題 郵票貼紙 買一送三 登登登 都一樣的 這個我小時候 不對 買一送四 這很誇張 它竟然給我四個一樣的貼紙 那這個 喔又是卡片 生日快樂 這個剛才也有出現過 所以它是 它是雙胞胎 兩個一樣的 這個 也是雙胞胎 兩個 它是 它是大象 喔對對對 我剛才還在想它是老鼠 它是大象 然後 又一個一樣的 所以它是三胞胎 它們真的就一直給我重複的東西 就是 這樣很不OK喔 又一個雙胎的便利貼 這跟這 一樣的 那我們就來看看到底有多少重複的東西吧 全部已經拆完了 這一個 這一個現在目前都是一百九十九塊的 所以有兩個 雙子星 兩個 蛋黃哥卡片 然後 兩個 啊我剛想起來 它好像叫小桃 是不是小桃 桃子的桃 兩個小桃 L加 然後 兩個大象 這也是大象耶 我剛發現 所以都是大象 三個 粉紅色大象 四個 奇先生與妙小姐貼紙 跟 三本 蛋黃哥 所以它們的重複率呢 就是幾乎是 買一送三的概念 就是三個一樣的東西會給你 就是三 四 二 二 二 三 然後 加上前面那一包的那個 就是 再加 三個一樣的卡片 重複率真的是超級高 但是 好吧 那如果我們不講重複率的話 這些東西其實 應該是有到它 付帶的 價值 一百九十九的 它就是贏在有這個杯子吧 看大家需不需要杯子 如果 大家很需要 一個杯子的話 其實這個杯子的定價 就會超過 這個付帶的價錢 只是你不能挑它的款式 然後 它會送你一堆 一模一樣的筆記本 跟卡片 還有便條紙 整體來說的話 其實它的價值 是一定有超過 而且如果你很需要 文具用品 像 尤其是卡片 這類的東西的話 非常適合買這個付帶 因為它就是送你一堆一樣卡片 好 重複率太高 非常的無言 但是 還可以接受 看大家需求吧 如果你需要一個杯子 你需要很多的卡片 跟筆記本的話 我覺得這個付帶 是還蠻不錯的 這個杯子 就是今天的救星 它就是 福帶救星 裡面 裡面 它的 等一下 我居然發現 還有一個貼紙 好 它款式不一樣 難道是因為 它剛聽到我寫的 他們款式都一樣 所以才生出來的嗎 大家有發現嗎 這個貼紙的款式 跟前面的不一樣 最後一張 1 2 2